哈喽大家好,我是妙招姐 炎热的夏天已经来临了 又到了使用电风扇的时候了 但电风扇经过一个冬天的放置 电扇的网罩和验片上已经系满了灰尘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拆洗电风扇 特别是这种转业电风扇就更加不知道如何拆洗了 那么今天妙招姐就来教大家 电风扇最正确最详细的拆洗方法 首先,妙招姐先来教大家如何拆洗这种摇头电风扇 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先拔掉电源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通常这种电风扇网罩中间都是用一个塑料圈来固定的 我们只要把塑料圈上的这个螺丝拧开 就可以拆下网罩了 螺丝不需要拧下来 拧到最头上,网罩就可以拆下来了 大家看一下,叶片上已经布满了厚厚的灰尘 那如果你想要省湿一点 直接找一块拧干的湿抹布 来擦去这些灰尘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想清洗的细致一点 我们就需要把叶片和后面的网罩都拆下来清洗 拆这个叶片也非常简单 只要把中间的这个塑料罩拧开 然后叶片就能取下来了 接着我们再把这个塑料罗姆也给拧下来 这样里面的网罩也可以拿下来了 我们现在把它们拿到水龙头下面刷洗一下 刷洗干净后 我们再用干抹布把它擦干 现在我们再给它重新装回去 先装最里面的网罩 要注意的是 这两个竖孔要对准中间的这个塑料点 接着我们再把塑料罗姆给拧回去 好了 再把叶片装上去 装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凹槽要刚好卡在这个小铁条上 再拧上塑料盖 最后再把外面的网罩装回去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一台摇头电风扇就拆洗完成了 是不是和新的一样了呢 现在妙招姐再来教大家如何拆洗这种转业电风扇 第一步还是一样 一定要先拔掉电源 然后我们把中间的这个塑料盖拧下来 拧下来后 我们再把这两个螺丝也给拆下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转叶取下来了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脏 风隙里都是灰尘 现在我们再来拆后面的网罩和叶片 我们先把上下这两颗螺丝拆下来 不同品牌的电扇 螺丝的位置也可能会不一样 这两颗螺丝拆下来后 我们就可以取下后面的网罩了 现在我们再把后面的这个螺母也给拧下来 螺母拧下来后 就可以取下烟片了 大家看一下 烟片也是非常的脏 现在我们把它们拿去刷洗干净 大家看一下 和之前对比起来非常的干净吧 我们现在也给它擦干 现在我们再找一块拧干的湿抹布 把这些无法拆卸的地方也给它擦拭干净 全部擦拭干净后 我们再给它装回去 装回去的步骤也和刚才拆开的步骤一样 那么这样一台转业电风扇就全部清洗干净了 和刚才的对比一下 是不是像买了一台新的电风扇一样了呢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 如何正确的拆洗空调和如何清洗凉席的小妙招 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 然后关注后回复清洗空调和清洗凉席就能看到哦 另外大家关注妙招姐还可以看到400多个 实用有趣省天省电 编飞为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